抗一部电影《替霸无人生》 这里是唐斯林书电影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部 声音在1968年 全周没有任何惊吓镜头 却让人看到最后都深感无力的电影 罗斯玛丽的婴儿 一对年轻夫妇来到布拉夫公寓租房子 男方叫盖伊 女方叫Mary 管理员领他们上楼看房时 协调问起他们的职业 Mary说老公呢是个小演员 盖伊有意强调她演过哈姆雷特 Mary立马差来说 只是里面不起眼的小角色而已 她的主要收益都来源拍电视广告 这让盖伊很没面子 但好在管理员情商高 她一句广告才赚钱 给了盖伊一个台阶下 管理员把他们领到七楼一间出租房 她坦言 这房的前租客不久前刚去世 所以里面的东西都没有搬出去 Mary问顿方是在哪里去世的 管理员立马解释是在医院去世的 Mary打笑地顾虑 新温地看起房来 这房间空间大 光线好 客厅的摆设也深入她心 回去的路上 Mary就和盖伊定下了这间 他们今年计划生宝宝 一间温馨幸福的小屋 是Mary最想要的 然而他们的老朋友赫斯 并不太建议他们入住 他说布拉夫公寓 以前有许多不好的流传 据说在20世纪初期的时候 一对住在布拉夫公寓的姐妹 为了进行减肥实验 煮起了小孩吃 甚至连亲侄女都没有放过 还有一个叫阿德里马卡托的巫师 他说自己可以和恶魔进行交易 人们在布拉夫大堂 差点就把他处死了 之后布拉夫公寓基本上没有人赶住 直到二战结束 徐徐又有人在那里住了下来 Mary和盖伊亭的不以为然 每间公寓都有一些不好的事发生 没必要把那些个礼放在心上 夫妻俩很快就进行了搬家 入住 装潢 但让他们最不能忍的是 这间房的隔音效果贼差 连隔壁邻居家的对话 都能听得一清二楚 以此偶然的机会 Mary在公寓地下是洗衣服 认识了一位住 他们隔壁的女孩特里萨 他说自己和卡斯维夫妇俩住在一起 当初要不是他们在大街上救了自己 估计他现在早就成隐君子了 卡斯维太太说 他想他们失散多年的女儿 还给他送了项链当幸运服 只是这个幸运服有点难闻 他们在里面放了一种 叫坦尼斯根的物质 然而特里萨的幸运服 似乎并没有眷过他多久 第二天他就跳楼自杀了 路过的Mary 企图安慰那对老夫妇 卡斯维夫妇比他们想象中的时髦 他自我介绍起他们住在隔壁 那次下楼洗衣服的时候 认识了特里萨 特里萨生前是个活泼开朗的女孩 发生这样的事 她也为此感到遗憾 第二天 卡斯维太太过来感谢Mary昨天的安慰 她说她叫美尼 她丈夫叫罗曼 为了感激他们昨天的善意 想今晚请他们夫妻来家里吃饭 Mary本想拒绝的 但又觉得对方是刚失去孩子的两位老人而已 也有点同理心 于是在盖伊下班后 就拉着她去拜访了这对夫妇 盖伊本来也不想去的 但她不想忍Mary不开心 然而那晚的聚餐 比盖伊想象中的要好很多 因为她的演技 不仅获得了罗曼的肯定 还被对方夸赞很有气质 以后肯定很有前途 回去后的Mary吐槽盖伊 怎么吃得下他们的东西 盖伊却说 罗曼给她讲的故事很有趣 她明天还要去听她讲 Mary为盖伊 没站在自己这边 感到一丝失落 结识那对夫妇之后 美尼基本上隔三差五 就要来找她闲聊 有时还要拉上 自己的朋友一起过来 她的热情 只会让美尼更反感 有一次 美尼还把特里萨之前 戴过的幸运服送给了自己 美尼在她面前戴了一下 等她走后 就把项链放在了盒子里 次日 盖伊突然收到了一则陆勇通知 说是剧组之前 选定的男演员唐老保佳 昨天突然失明了 盖伊替补她 成为了这次的男主角 Mary虽然很同情 那个失明的演员 但盖伊能获得 这次电视剧主角 那也是不可多得的机会 两人决定 整个烛光晚餐 来庆祝一下 结果中途 美尼又按响了他们的门铃 Mary在心里祈祷她不要进来 好在她只是过来送巧克力慕斯 两人吃完甜品后 Mary就晕倒在了 去过去的走廊上 盖伊说她喝醉了 把她安置在床上 就开始脱她衣服 昏迷中 Mary好像做了一个梦 她梦见盖伊在脱她衣服 然后摘掉了她的婚线 把她送进了家里的客厅 上面有一张床 Mary一丝不怪地躺上去 被一个怪物侵犯了身体 第二天醒来的时候 Mary又回到了自己家的床上 盖伊解释 她昨晚喝太多酒昏迷了 但她又不想错过 他们造麻的机会 所以就和她发生了关系 Mary也想起 自己在梦里 好像被一只怪物强奸 估计就是盖伊干的 也没有多想 盖伊获得演戏机会后 似乎对Mary冷淡了许多 Mary每天都闷闷不乐 有一次 她发现自己立嫁没来 就去看了好友 推荐的希尔医生 没过多久 希尔医生就带来了好消息 Mary怀孕了 她要Mary下周一来医院一趟 他们会给她开一点维他命丸 Mary把这个好消息 告诉了回家的盖伊 盖伊开心之余 立马跑到隔壁 把怀孕的消息 告诉给了老夫妇 虽然Mary也不知道 她什么时候 和那对夫妇关系 那么清静了 她只能理解成 盖伊想把好消息 分享给大家 几分钟后 美妮和罗曼 就来到屋里为她庆祝 他们还给Mary 推荐了一位 叫沙比坦的产科医生 说她接生过 所有有钱人的孩子 美妮一通电话过去 就帮她确定了名额 并保证 不会收他们高价钱 看到美妮那么帮自己 Mary也不好意思拒绝 那天晚上 辗转反侧的她 还把美妮当初 送的幸运服 重新拿出来 带在了身上 第二天 Mary见到了 沙比乃医生本人 她一不建议 Mary看运气参考书 二不建议 她听朋友的意见 三也不需要 她吃维他命丸 反而是说 美妮有一个草药员 她会让她 每天弄一杯 安泰药汁给她喝 于是美妮 每天准点 拿着她的安泰药汁 登门拜访 问问她的情况 徐寒问暖的 Mary剪断了自己的头发 乖乖在家里养胎 只是那段时间 她老是觉得 自己肚子很痛 她去问沙比塔医生 医生又说是正常现象 该阴内的时间 在外忙着演戏 回家又天天在联系剧本 Mary自然会觉得 自己难受孤单 而且她的精神状态也堪忧 明明怀孕会增重 可她却瘦了好多 黑眼圈也加重了 吃东西越来越喜欢吃不熟的 有一天 好朋友赫斯过来 探望Mary 她第一眼就发现 Mary瘦了好多 Mary说她怀孕了 赫斯说 怀孕女子更不应该瘦才对 Mary告诉赫斯 她产科医生说 这是怀孕出气的正常现象 到后面她就会增重了 赫斯问她产科医生是谁 她说 沙比塔医生 赫斯这才放下心来 因为自己的两个女儿也是找她接生的 没过多久 有人按响了门铃 Mary看门发现是罗曼 于是就把赫斯介绍给了罗曼人士 罗曼再一次和赫斯强调 Mary手势正常的 那个产科医生很值得醒来 她说Mary不用吃维他命碗 拒绝塔尼斯根就可以了 赫斯好奇 塔尼斯根是个什么东西 Mary就拿出自己项链 让赫斯纹了纹 后来盖姨回来了 赫斯临走前发现 自己一只手套不见 她以为自己落在了市中心 就想折过去找一找 当天晚上 赫斯突然火急火燎地打来了电话 她约Mary明天在时代大厦11点见面 说有事和她说 但电话里讲会不方便 Mary把自己的行程同步给了干一 第二天就去在约定好的地点见面 结果她等了几个钟头 都没有等到赫斯 她电话打到赫斯的家里 赫斯的朋友告诉Mary 赫斯病了 至今还在医院中昏迷 Mary很难过 回去的路上又那么巧碰到了美尼 美尼打车把Mary送回了家 那段时间的Mary身体愈发虚弱了 有一次她直接在宴会啃起了生鸡血 她这才意识到自己好像哪里不对劲 她推掉了美尼每天为她准备的安开药 和盖伊提出了要在家里办宴会 但只邀请60岁以下的亲朋好友 顺便也和大家宣布她怀孕的好消息 结果昔日老友看到Mary后 都不是为她怀孕高兴 而是为她的状态担忧 鬼秘团纷纷建议Mary换一个医生 同时一种警告并非一种正常现象 为了保护自己的孩子 Mary和盖伊提出了换医生的想法 盖伊显得很不耐烦 她说那些女人都是在多管闲事 他们应该相信沙比塔医生 Mary已经厌倦他们都在夸沙比塔医生的各种好了 她说什么都要回去找她开始看的西娅医生 趁当两人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 Mary肚子的剧痛突然消失了 她能感到肚子里的孩子在踢她 不痛之后 一切又回到了原点 她继续和美尼为她准备的安胎药 盖伊则开始置办婴儿床 婴儿衣服 Mary的肚子一天天变大 差不多也快到了生产的日子 某天Mary接到了一头陌生人的电话 对方说赫兹在医院去世了 第二天 Mary去参加了赫兹的葬礼 并在葬礼上 认识了那个打电话给她的女人 她说赫兹死前托付了她一件事 让她把这本书交给Mary看 Mary回去后 一个人研究起了那本书 那本书的书名叫《巫师》 里面记载了很多有关巫师的行为做法 其中有一处横线标记了 他们常常在仪式中 用一种叫塔尼斯根的真君 还有她之前提到的布拉夫公寓 曾住过一个叫阿德里马卡托的巫师 差点在大堂被处死的那个 其实呢 她还有一个儿子 史蒂芬马卡托 如果把她的名字 调换字母顺序来评流化 就变成了罗曼卡斯维 也就是说 罗曼是个巫师 Mary把这个消息同步给了盖伊 她担心这些巫师会像书里一样 又因而来祭祀 她不允许这样的情况发生 他们要马上搬离这里 盖伊才不信她说的 她抢走了Mary的书 让她先平静下来 并把这本书塞进了书架很高的位置 Mary又去求助沙皮坦医生 她要拒绝和美尼提供的安台草药 她不会再接受他们任何的东西 听到此的沙皮坦就退一步 给她看了维他命完 她还说 罗曼时日不多了 只有一到两个月明 本来相当她生完孩子后 再出去旅游的 但她既然不信他们 她也只好要他们提前出发 第二天一到早 Mary笑着和那对老夫妇送别 心里早就在赶他们走 回到家后 她的那本书 但盖一说 她已经把她扔了 Mary很不理解 那是贺词给她最后的东西 她不是他俩以前最好的朋友吗 盖一随口说 她当时没想那么多 Mary才不信她的话 自己打车去书店买了相关的书籍 并在书上看到一条 令她大吃一惊的信息 上面写着 无师聚会 能够令受害者失明 失从 麻痹和死亡 他们只需要受害者一件物件 就可以对当时人施加咒语 她忽然想起 那天死眼的唐老宝家 不就是因为失明吗 于是她电话打到唐老宝家那里 问盖一有没有拿走 她什么贴身物品 唐老宝家说 失明的前一天 她俩换了灵带 还有赫斯 无缘无故突然消失的手套 如果是因为拿走物件 给巫师做法 导致他们一个失明 一个死亡 那这下一切都说得通了 是盖一和巫师们做下交易 要用她肚子里的孩子 换她的职业晋升 她立马收拾东西 赶去找沙皮坦医生 但那时的沙皮坦医生 正在问诊其他病人 她的护士和Mary行聊的时候 夸了一句 Mary的香水很好闻 比她之前身上的气味好闻多了 Mary解释 那是她的幸运服 不过她现在已经丢掉了 护士感叹 要是医生也有她那种群舞就好了 她身上偶尔也会有相似的气味 听到此的Mary才意识到 沙皮坦医生也是和他们一伙的 她立马冲了出去 跑到了希尔医生那里 说自己要在这里生产宝宝 因为她的丈夫 医生和邻居 他们都是巫师 巫师入会前会留下烙印 盖伊之前从不穿睡衣的 现在她穿了 肯定是在遮住她的巫师印记 他们会举行巫师聚会 只要得到那个人身上某件东西 他们就可以对这个施加诅咒 巫师祭祀的时候 还会用刚出生的婴儿献祭 她担心的就是这个 她不能让自己的孩子受到伤害 希尔医生听得以头雾水 她先让Mary睡在他们的休息室 然后就叫来了盖伊和沙皮坦医生 Mary被他们带回了家 在上电梯之前 她故意扔掉了钱包 等他们起身捡东西的时候 她冲进电梯 抢先一步关上了门 然后躲进自己家里 把他们反锁在外面 她早打电话向好友们求助 打着打着她背后就有人进来了 是不是很好奇 他们是怎么进来的 后面会解释 盖伊带着一群老太太老大爷 联合沙皮坦医生 抓着她打镇定剂 没曾想动了她肚子 导致Mary现在就要生产 后来中 她已经完全失去了意识 等她醒来的时候 盖伊和沙皮坦医生 出现在她眼前 他们说孩子死了 Mary很绝望 盖伊联盟安慰她说 他们还可以生其他小孩 Mary才不信他们的鬼话 沙皮坦医生 也给她注射了一针镇定剂 等她情绪稳定下来后 盖伊给她端来了食物 她说自己收到了 派拉蒙和环球电影公司的 试镜机会 到时候他们就搬离这里 离开这个伤心之地 一切重新开始 现在只需要好好养身体就好 玛尔说要看一下她的肩膀 她想知道她身上 有没有无实烙印 但显然盖伊身上没有 她也打消了对盖伊的怀疑 逐渐接受起 失去孩子的事实 只是很奇怪的是 有时躺在床上 会听到孩子的哭声 而照顾她的楼下太太 时常会拿容器让她挤奶 虽然她每次都说要倒点 但她还是留了一个心眼 把他们每天 喂自己的药 藏在木缝里面 有一天 Mary去衣柜拿外套的时候 让她发现 自家的衣柜别有洞天 自家的衣柜 可以直接通到 隔壁卡斯维夫妇的家 只有解释了 那天她打电话的时候 那些人明明没所也进门了 Mary去厨房拿了一把刀 她从衣柜 钻进卡斯维夫妇的家 看到一群老太太老大爷 都坐在客厅 还有自己老公盖姨也在那里 她缓缓靠近了 黑色照莲的婴儿床 大家都默默处理原地 这个孩子居然没有眼睛 Mary质问他们 对自己孩子做了什么 罗曼淡定地告诉她 孩子的父亲是撒旦 自然拥有他父亲的眼睛 撒旦从地狱上来 令人类女人怀孕 生下的孩子取名阿德里 她会推翻一切神圣的人 拯救被歧视的人 以被折磨的人致命去报仇 主人高呼 萨当万岁 Mary崩溃的难以接受事实 罗曼轻声细语过来安慰Mary 要不要成为这个孩子的母亲 如果她不想加入他们 也没有关系 以止当自己孩子母亲就可 美妮和其他人都太老了 你忍心让一个孩子 那么小就没有母亲吗 Mary陷入了痛苦的纠结 盖姨也过来劝她说 他们答应过自己 不会伤害她的 反正你不接受 也是没有孩子 倒不如配合他们 得到之后更多的汇报 Mary往她脸上吐了一口口水 眼里竟是厌恶和恶心 不一会儿 王恶地啼哭了起来 听到她的哭声 Mary的心不知为何也被牵动了 她指出那个女人 把床摇太快了 罗曼让Mary替换了女人 Mary摇着摇着婴儿就不哭了 大家纷纷围了过来 Mary望着婴儿 那一刻 她已不知觉 带入了母亲这个角色 影片到这里也进入了尾声 盖仪式什么时候开始 就开始策划 让Mary当恶魔待遇妈妈呢 应该是从他们第一次 到卡斯维夫妇家里做客的时候 罗曼当时不是夸盖仪很有前途吗 只是这个前途 是要牺牲代价的 回去后 当Mary吐槽他们食物难吃 盖仪却说明晚还要去他们家 Mary说自己怀孕 她第一时间就去告诉了卡斯维夫妇 结果是她得到一次替补机会 并最后被更知名的饮食公司看中 而Mary从头到尾就是个傻女人 她单纯对任何人都没有戒备 自己也没有主见 还容易清醒别人 自己明明被盖仪卖了 还不自知 当老朋友赫斯 想善意提醒她的时候 她还把行踪透露给了盖仪 同时她还心软同情心泛滥 要不是那天 她拉着盖仪去拜访卡斯维夫妇 或许盖仪就不会和恶魔进行交易 最后得知孩子是恶魔的 她拿着刀在手 也没有上去做什么 反而是不忍心 最后成为了 抚养恶魔之子的工具人 说到底 恶魔就是利用了人类这些弱点 去一步一步实现自己的目的 如果盖仪能扛住诱惑 这一切都不会发生 好了 今天的故事有点长 感谢你们看到这里 下期见 下期见